平安好乖啊 很多朋友都想知道平安 哎终于知道抬腿了 你看 留个标记了啊 终于知道他自己是男孩子了 之前一直在蹬着 很多朋友都想知道 平安的日常生活 活动的范围啊 大家看一下这里旁边是不是有一个小院啊 看到没 一个小院这个地方 平安呢 就会在这个小院这里玩 非常 适合啊 你看平安也是非常干净 平安走 去院子里面前面去 对 这里还有人种的菜了 不能去河里面玩 那河里面不能去啊 对吧 平安走了 我们去那边 哈 你看 他跑得好开心啊 就是这块院子 呃 平时的话都是关在院子里面啊 让他 你看这里院子倒炒都非常干净哈 平安 平安 这里啊 快点 要吃草啊 走了 吃肉肉了 他好喜欢吃草 可能有点消化不了 我买点消化肠道的药给他了 够宝 好 你看 看 看上厕所了 现在好 讲究卫生了 之前 天天在车里面拉屎拉尿啊 现在呢 他都会找到草地 上 你看 啊 啊 这个来 过来 这里 哎 真棒 过来 这里 走了 啊 哎 进去了 平安走了 过来咯 哎 我们去玩一下先 等一下回去 过来 哎 好狗 嗯 你看他上厕所 好聪明的 因为这个是郊区啊 所以只有郊区才适合狗子玩 这个不是在老市区中心啊 对 挺 跳г gues 自己是 那么 快便 快快便 平安 走了 不要玩了 走了 来这里 这里 这里哦平安 平安 过来 好开心哦 对呀 哇你看 来再过来玩 你看 好开心啊你看 来 啊聪明 哇 啊开心的 对 哎 你看 哇 真乖了 走吧 大家好我是田牛 这个是平安 很高兴 今天在这里 给大家分享视频 那么今天来给大家说几个 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关于我的视频被盗 啊有人冒充我的头像 还有我的账号发表视频的问题 我发了一个版权声明啊 我看到评论区啊 有那么几个人啊 就还在上面骂我啊 谴责我 说我不应该发这种视频 还说我拍这种视频没有用啊 我都没有恢复 我直接把他拉黑 因为说过这样的话的人啊 啊那肯定不是我的粉丝 说明我就不需要他 我就把他拉黑掉了啊 我也不想让他看到我的视频 那么我今天呢 说过第一个版权声明 我为什么我要拿着我的证件 拍个这样版权声明 第一 我所有的视频 只能授权我本人发视频啊 我把我的视频啊 发到官方平台的话 平台会通过视频来确认 是不是我本人 所有盗版的啊 都没办法确认是他本人 所以呢 我必须拿着证件 来拍个很短的视频 来证明我是我本人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在官方后台申请 第三步就是写信给官方 才处理这个被盗的这个事件的 再次发生啊 避免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所以呢 我才这么做了哈 那么后面如果再出现 搬运的视频的话 官方平台会直接给我处理 这是第一件事情啊 第二件事情 是关于平安的啊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今天发的小视频 平安啊 是一个小哥哥啊 叫王子 平安王子 颜值高 聪明 但是他有个问题 很多朋友都想知道 为什么我不把平安带在路上自驾游 很多朋友都想天天看到平安 说实话啊 平安是我养的狗啊 像我家人一样的 我也想天天看到他 但他有个问题 你知道吗 我车里面狗都是母狗 他就这段时间 这几天天天天天骑那三个狗狗 骑十六 十六不愿意啊 骑芒果 芒果会凶他 骑花花呢 再给花花两个人呢 那就一唱一和了 你骑我 我骑你啊 那个如果说我把他带路上 你说这个车里面怎么办 那每天是热闹的不行啊 幸好他是坐着捷狱 虽然都坐着捷狱啊 但是他还有那种男孩子的行为啊 所以呢 我就没办法带着他 那有人就说这个平安很可怜啊 看到我的眼神怎么样 他真的是很开心啊 平安是不是 你看他是非常开心的 他每天乐呵呵的 狗呢和人不一样啊 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 狗为什么对主人会忠心 因为狗跟主人在一起的第一天开始 你只要养了他几天之后开始 你身上有股气味 他会一直记得住 还有啊 就是我看到一个报道是这么说的 狗呢跟主人之间需要恋爱关系一样的 知道吗 他会对你忠贞不语啊 他只是啊 忠诚于第一任主人 我也算是他第一任主人嘛 所以无论我家里的人 亲戚朋友给他养多久 他见到我第一件事情 知道是什么吗 就要抱着我 抱着我不放啊 这是关于平安的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关于我脱挂房车 我把它换了一个月的差旅费用 我准备呢就下个月啊 就决定离开四川了 啊继续前行 啊 那么后面大家可以看到后面这个小黄车啊 原来是小蓝车 现在改为小黄车了 那么这个车很多朋友问我说 哎 你为什么不卖掉啊 这个车卖非常不值钱和小拖挂一样的 最多卖一两万块钱 一两万块钱干不了事情 那这个车你们知道我最后起什么作用吗 我在外面旅行 浏览好旅行好 终究不可能是永久的哈 我总要停下来 这辆车以后呢 我就带着几个毛孩子去就玩 捐门啊 宠物的专用车啊 把它改成宠物的专用车就带狗子去玩的啊 带他们去草地啊 去河流啊 让他们奔跑哈 没有任何一辆车适合 只有这辆小面貌车 小黄车才适合 所以我会留到后面才用啊 我也跟大家说啊 今年旅行去之后可能不会再出去了 所以不去的时候我就会 弄一个小院啊 或者是到老家等等啊 我就会用这个小黄车去用的上了 对吧 关于房车的问题啊 如果以后缺钱用啊 各方面的原因肯定要把它处理的 对吧 那我总要留一辆车 做日常的代步嘛 那个坦克300的话 因为维修过很多次 卖非常不值钱 最后留着 这次就是我的打算啊 那还有朋友问我 什么时候才出去呢 啊 我准备把圈局编理 学的八九不历史的学好 我学任何东西是一定要学到位 没有学到位我就不会离开啊 我会把圈局编理 学的更好之后 再继续前行吧 啊 那么这段时间呢 这个小王子呢 会一直会陪着我了 来 来 给我亲一个 这里 你看 是不是 来抱一个 你看一下啊 你看啊 是不是 他特别乖的啊 来 给大家看一下啊 来 抱 这里 你看啊 来抱一个 真乖 看到没有啊 这就是王子 哎 你别亲我嘴 你是男啊 这很清楚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啊 改天给大家专门拍下平安 在户外里面是如何听话的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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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